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这个三大指数今天算是一个小小的震荡 标普跌的算是比较多的 主要原因是今天原油重挫跌了4.77% 多的时候跌了百超过5%了 那么原油是一个局部的震荡行情 依然是一个震荡行情 还是没有给方向 现在是一个大的支撑点 9.2块1左右 如果这个地方跌破的话 原油还是进一步看空的 如果涨的话 它还是横盘整理的区间 只不过是在下沿边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 而也并不能代表后市还会进一步的上涨 所以原油这边方向不太明朗 好 纳斯达克今天是向上走高的 大家关注我们的石盘的账户 之前我经常分析 说有的时候我们分析的不一定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实际的交易 对与错是要看盈亏比来算的 你赚钱你就肯定是对 亏钱的话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大家关注的我们25000的账户 今天是还有个2000多块钱的收益 是接近了46,000了 上个周五收盘的时候我们的价格是43,000 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对的交易 我们在早盘的时候市场这个地方一个调整结束之后 我们进场做多了 然后我们高位平仓之后反手做空 后来尾部的时候再加仓 所以说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有的进场出场和做空抄底的点位都还算是比较精准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扫我们的二维码 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来索要我们今天早上实盘交易的这个汇报视频 那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我们的平台就是一个实盘交易 然后白天在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做所有的这个视频交易 实时在下单很难提醒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大家可以要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汇报 我相信上个周五大家已经要了我们的视频汇报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一些我们好视频朋友们的这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复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这个节目往下做 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自己的股票被套了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扫我们的二维码 拆你载分2022或者是电话800988561 然后呢把你的被套的股票 然后发给我们的这个客服 我们呢来帮你去诊断一下你的这个股票 值不值得长期持有能不能拿得住 什么时候该处理一下 你这个股票有没有前景 帮你判断一下 因为有的朋友们亏损了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处理 拿在账户里面就很危险 好 那么30分钟呢 这个指数现在是一个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呢 大家要注意 我觉得呢 接下来这个平台怎么走 要取决于今天佩洛西去不去台湾 如果佩洛西去台湾的话 中国的话已经讲出来了 那么不动手 这个民心难以去抑制 太没面子了 动手擦枪走火 这个一旦或者是拿一下被控制好 或者是情况危急的话 它是容易下跌的 这块是有点风险的 但是呢 从前美股和中股的走势来看的话呢 没有人在意这个问题 我相信华尔街的顶尖的人士 已经知道了一些内部的消息了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可是股市却没有反映出来 这个很值得回味 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果他们知道 但是却不跌 结果真的去了台湾 出现了点问题 大幅度的下跌的话 那是有一二为止的 如果呢 他们确实是提前知道点什么 任何的回调都当成一个 逢低买入的机会 今天佩洛西如果不去台湾 那么指数应该还会进一步的 继续去上攻 所以这个位置上面 我撤退了 今天的话 我们是把多头 基本上清掉了 然后但是呢 我还是留了一点点空头 去对冲一下 我剩下的不多的多头的仓位 但是我们今天只赢了 绝大部分的仓位 比如说SHOP SHOP今天呢 我们给止赢掉了 然后波音 今天我们也给止赢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事情 很多的都是止赢的动作 大家再看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回放 就可以知道 那么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做 我不做过多的分析 因为佩洛西去不去台湾 我们谁都不知道 很多的众说纷纭了 各有各的观点 我们还是最后验证 那么30分钟的这个级别 我们看图说话 如果向下被跌破 我们局部是进一步看空的 第一个支撑点 12,700 12,700这里还是一个逢低做多 经常做多的 不说做多 经常强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么如果这个平台跌破的话 反抽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砍空 所以台湾这边的局势还是蛮重要的 佩洛西到底去不去 会对后市造成一些局部的影响 哪怕说真的去了擦枪走火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的小争执什么的 短线会下跌 但是不影响大方向 还是会涨回来的 大方向的局势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目前看图说话 好吗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分享的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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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